感谢观众 1917年俄国爆发资产积极革命 成立了资产积极临时政府 与此同时 哈萨克斯坦各地政府摇升一变 成为临时政府的地方机构 哥萨克委员会和哈萨克上层 是构成的政权的基础 这些资产积极政权支持俄临时政府的内外政策 1917年3月 在哈萨克斯坦一些地方 成立了工人和士兵索维埃 6到5月 开始建立了农民代表的索维埃 当时各种革命组织和群众组织 如雨后春春的诞生出来 阿拉斯党人是1917年7月 在奥伦堡召开的第一届全体 哈萨克人代表大会上成立的 是资产积极民族主义政党 其基本主张是谋求哈萨克斯坦 在俄国资产积极民主框架内实行民主制制 1917年11月7日10月革命 在彼得堡胜利之后 在哈萨克斯坦南部的无产积极夺取了政权 接着在北部地区都建立了苏维埃 建立了普武装 1917年10月底至1918年3月 在哈萨克斯坦的主要城市 陆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1917年12月 阿拉斯党在奥伦堡召开全体 哈萨克人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会上宣布哈萨克人自治 成立资产积极 阿拉斯政府与格萨克军 保持同盟关系 不承认苏维埃政权 并与其对抗 哈萨克斯坦形成了两个政权 并立的局面 哈萨克斯坦的两个政权的斗争 是当时俄国国内斗争的一部分 哈萨克斯坦苏维埃代表大会 成立的筹备工作也开始了 感谢观众